我作佛时 十方众生 闻我名号 至心信药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乃至十面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为处忤逆 诽谤正法 净土圣贤路 清 圆渡 圆渡法师 自慈州 是河南镇平县张氏子弟 圆渡法师和弟弟舍弃了修习儒学 依止辉远明宫 替渡出家 不久后又受了聚足戒 圆渡法师一向归心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净土 尤其恭敬信奉 观世音菩萨 法师在自己居住的地方 另辟一个清静的小房间 除香花 油灯 图香外 房间供养的圣像 无论大尊的 小尊的 绘画的 雕刻的 精致的 玉智的 卷布的 纸张的 都是五色灿烂 威鹅庄严 而且供奉的全部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圣像 圆渡法师身体礼拜的是观世音菩萨 口中所念的是观世音菩萨 心中所观想的也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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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 静念相继不间断 于是 敢得观世音菩萨 为他灌顶 而后 尘获顿消 本性朗然 圆渡法师就这样 每天精尽修持不懈怠 数十年如一日 当有归依信众 前来请求开示时 圆渡法师都是劝导他们 要修持净土法门 当时的人们 不论是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 都非常仰慕圆渡法师 皈依三宝的人越来越多 此后 河南南洋一带的佛法 也因圆渡法师 而渐渐兴盛起来 咸丰七年 圆渡法师曾告诉弟子说 二霸归西 当时弟子们都不明白法师的意思 咸丰八年七月十五日 有一位知府 离请圆渡法师 起见渝兰盆法会 很多人前来供养 并为法师绣千佛袈裟 还没完成 圆渡法师就视线了疾病 并万元放下 每天专持圣号数万声 观世音菩萨 八月十五日 法师支撑着病体向大众告别 和长大声说 观音来接应 既往自归真 十六日早晨六点左右 圆渡法师在寺中安详往生 十年六十七岁 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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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法师在临终要求 往生后七天 暂且不发复文 等某位退隐之人往生后 在一起办理丧葬事宜 后人评论说 这是由于圆渡法师对观世音菩萨 制成赌食的恭敬信奉 所以才敢得观世音菩萨 既为法师灌顶 又接引法师往生西方 圆渡法师不仅欲知实质 自己二八归西 二八就是指咸丰八年八月十六日 而且还交代了七日不发复文 说明圆渡法师更是预知了他人的生死 如果是已经修学的 一定要随顺他 譬如他念观世音菩萨的 就不必改念阿弥陀佛 他念地藏菩萨的 也不必改念观音菩萨 或者他持经的 或者他持咒的 都不必更改 只劝他一门深入 唯有一门深入 不管你念哪一尊佛 念哪一尊菩萨 有一个不变的原理 一定要专精 要精进不懈 要念到功夫成片 要念到事一心不乱 要念到理一心不乱 所以一心不乱 不仅是弥陀经上所说的 任何经论都不例外 念到一心不乱 就有受用 实在讲 念到功夫成片 就有受用 无论念哪一尊佛 念哪一尊菩萨 念到功夫成片 如果能回向西方净土 统统得生 为什么 心静则土静 你有了这个本钱 有了这个能力 我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这一念起来 阿弥陀佛都会来接言 为什么 四十八院里面有 上镜下空老法师 阿弥陀经书抄演绎 第168集 1984年12月 台湾景美华藏图书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